好 我們現在要切得下一個重要的電池 那講之前要先講另外一句就是我這裡講所謂的 不能充電的叫做一次電池或叫原電池 那可以充電的叫做二次電池 然後充電電池叫蓄電池它可以再充電 我這裡舉的一些例子 鉛電池、鋰電池、鋰殼跟鋰氫 我們都會提一下重點是在鉛電池 課本好像你把鋰殼拿掉了 不過我還是會教一下 可以重複使用的 那這裡就有兩個反應 一個是放電的反應 一個是充電的反應 就有些那個問題說它是從什麼能量變成什麼能量 如果是放電就是所謂的化學能變成電能 如果是充電就是從電能變成化學能 所以一個是電能、一個是化學能 一個是放電、一個是充電 能量轉換的方向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請你知道 那有人會問這件事情 所以請你了解 放電的時候是從化學能變成電能 充電的時候是從電能變成化學能 OK 那我們的重點是要教這所謂的鉛電池 要說鉛序電池 鉛電池大概長成這副德性 有人要說鉛酸電池 因為你們要放硫酸 來 備 它這個板子通常都是平板狀的 然後呢 備 正極叫做二氧化鉛 負極叫做鉛 誰當正 誰當負 正極是二氧化鉛 負極是鉛 剛才說它叫做鉛酸電池 因為它泡在硫酸裡面 它泡在一個 畢度大概1.2的溪硫酸裡面 溪硫酸裡面 所以那裡面有硫酸水溶液 所以誰當正 誰當負 正極是二氧化鉛 負極是鉛 記住 然後電血液長成這樣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酸 然後呢 還有所謂的半反應嘛 對不對 半反應 反應寫給你的不用背 反應寫給你的 但是你不用背 不用背 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 你看方法就知道了 正極跟負極的共同產物是誰啊 牛酸鉛 正極 正極從二氧化鉛變牛酸鉛 負極從鉛變牛酸鉛 所以你看得出來 它的質量全部都如何 二氧化鉛PBO2變成PBSO4 從PB變成PBSO4 所以都怎麼樣 都是增加的 所以兩個板子的質量都增加 兩個板子的質量都增加 所以我們說 反應方程式 給你看一下就好了 你不用背 但是重點你要記住 都會生成硫酸鉛 都生成白色硫酸鉛 然後兩個板子 然後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色還變淺 這裡沒有顏色問題 因為它都是無色 質量都增加 兩個板子的質量都是增加的 兩個板子的質量都增加 而 硫酸被消耗掉 所以硫酸濃度會減少 硫酸被消耗掉 所以硫酸濃度會減少 那麼鉛變池它是可逆反應 所以可以倒回來 所以可以充電 可以向左走 可以向右走 它是可以充電的 可以反過來的 反過來的時候 要把它倒回來做 倒回來做 這個我們 所以 正極要接在哪一板上 外接電源的正極要接在哪一個板子上 就是 外面的正要接在哪一個板子 外面的正要接在哪一個 正極那一板還是負極那一板 但是這裡問的不是正極或負極 這裡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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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千板還是千板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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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極要接在哪一板 正極要接在二氧化千 請坐 正極要接正 負極要接負 我跟你講過了 國中都是正極的正 負接負嘛 國中都是正極的正 所以正極要接在二氧化千 有人考試是問你要正極要接在哪一級 正極要接正極 有人是要問你現在哪個板子上面 你要想二氧化千板 或者是負極要接在千板 你要背 背 誰是正 誰是負負嘛 OK 充電到我們來做 OK 那你要曉得 有的還是問那個電子 或者是電流流的方向 然後是電子流進還是電子流出來 那你都要搞清楚 那麼 所以 白銀就相反 白銀就相反了 所以 我現在是充電的話 請問你 正極從誰變成誰 如果我是充電的話 那我的正極是從誰變成誰 從什麼物質變成什麼物質 這個人叫二六 正極是從硫酸鉗變成誰 請坐 正極是從硫酸鉗變成二氧化千 請坐 正極是從硫酸鉗變成二氧化千 那負極呢 就是從硫酸鉗變成千 這樣的問法 剛才到這裡 這樣的問法就是要請你注意 考試的時候要請你注意 人家問的是充電還是放電 人家問的是充電還是放電 因為答案正好相反不一樣 答案正好不一樣 OK 所以要知道正極的方向 所以 充電的時候是從正極是流三鉗變二氧化千 不及從硫酸鉗變成千 OK 這就是反應 好 這就是充電的化學反應 一樣 不用背 一樣 不用背 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它是從硫酸鉗變成千 硫酸鉗一二氧化千就可以了 反應整個方形式 我寫了在這裡不用背 但是不需要背它 OK 好 充電的時候要用石油電 充電的時候要石油電 因為我們這裡叫的東西 什麼電解啊 電鍍啊 都是要用的 都是石油電 都是石油電 充電的時候也必須是用石油電來充電 它才有固定的正根部 才有固定的正常的反應 固定正常的反應 OK 好 鉗電池 一個鉗電池大概是兩伏特 汽車裡面你的點煙器啊 算通常是六伏特或是十幾十二伏特 那這樣表示它該怎麼連 兩伏特怎麼變成十二伏特 要串連 要串連很好 要串連 我們的課本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以前的舊課本 在寫這句話的時候 說它要串連 就畫了我這張圖 這張圖是串連嗎 不是 不是 所有的正接一起 所有的負接一起 是什麼連 病連 病連 這樣是病連的 所有的正都接一塊 所有的負接一塊 這樣是病連的 這樣才是串連 你看兩個顏色不一樣對不對 兩個顏色不一樣 一個正一個負 這樣接才叫做串連 這樣子接才叫做串連 所以它是 那一個板子本身是病連 是好幾個板子把它串在一塊 串在一塊 所以就根本換的圖是不對的 它在它在講說我要串連的時候 它在講說我要串連 然後就放了右邊那張圖 那張圖不是串連 那張圖是病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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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電電子的保養 不可以過度放電 過度放電它容易有酸液外露 而且以後又很難衝回來 然後呢也不可以過度充電 那會有分解反應 會有分解反應 不能放太兇 不能充太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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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兩個中間 那如果不夠就要補充 所以以前會有人買那個電瓶水 去補充裡面的電解液 電解液補充 太少的話會過熱 然後呢要直直的擺正 不要歪掉 不要漏掉 然後接觸面積要夠大 不然的話反應不太容易會發生 就是它保養的方式 那現在有出這種免保養的電瓶 免保養就是它把它密封好了 所以表示你萬一不見了 你也沒得補充啊 你也沒得補充 號稱免保養 這個不能保養的意思 不能保養的意思 優先點 牽電池的電壓很穩定 而且也算便宜 而且還可以充電 所以用途很廣泛 我們的汽車機車裡面 都有一個牽電池 都有一個牽電池來幫我 你剛剛講對 然後還說牽電池來幫我們做啟動 什麼什麼之類的 提供我們的大燈啊 什麼的用途的 OK 但是你剛剛講對了 它的缺點就是 它很笨重 它的優缺點差不多跟乾電池正好相反 乾電池很輕便 可是氣電池很笨重 機車的氣電池還好 滿小一個的 拿起來很方便 汽車的電池就有一點重了 有點大隻了 那如果有飛機又更大隻 就扛不起來了 還有陀拉庫那種 還有看貨車的 貨車的牽電池很大一個 就很難搬了 它很笨重 它很笨重 而且你還需要 剛剛講過你需要去補充 然後這樣有出過不需要補充的 但是還是一樣笨重 因為它的缺點 它的狀況是這樣 讓你了解一下它的情形 重點是它的充電跟放電的反應 從誰變成誰 然後呢 要如何去做充電 要用什麼電源 然後呢 正要接誰 副要接誰 就是你要背的事情 OK